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杜金之旅的幕后黑手 俄罗斯社会学家杜金的女儿杜金娜 20日晚上在莫斯科州以西约20公里住 因为汽车爆炸起火当场死亡 29岁的杜金娜当时驾驶的是杜金的风铁野车 汽车在经过莫斯科西部一段高速公路的时候爆炸起火 整辆车被炸到粉碎 杜金原本与女儿同车 但她临时改变主意坐了另一架车 而湖兰总统顾问波多利尔克星期一说 这件集图事故与湖兰无关 不过 据俄罗斯媒体报道 俄罗斯联邦安全局星期一说 襲击者是一名1979年出生的湖兰女子 并受到湖兰特工部门所聘用 路透社引述俄罗斯媒体报道 这名女子和她十多岁的女儿 在7月抵达俄罗斯 并花了一个月的时间准备集击 她们据说同一住宅区租了一套公寓 以掌握杜金兰的生活作息 俄罗斯联邦安全局说 这名湖兰女子 星期六晚上和乌兰吉杜金兰出席了同一场活动 并且在遥控引爆了杜金兰的汽车之后 逃往爱沙尼亚 而路透社没办法证实这些报道的真实性 荷兰国家刑事调查局正在调查一起事件 其中一名男子星期四在东部小镇白银被捕之后 在被送往警察局的途中感到不惜 但被警察用膝盖押着的胸口 这名男子是敘利亚人 是荷兰一个宗教社区的一员 这个社区的一名成员说 昨天早上在喊丫路的敘利亚东正教马里亚教堂 人们为她的生命祈祷 这名男子一直处于昏迷的状态 情况危险 地区媒体拥有的图像展示 这个男子是怎样被拖出汽车的后座 并跌到在喊丫路市中心的街道上 而两名警察中的一名 将膝盖放在失去知觉的被拘留者的胸口 据荷兰警方说 这名来自喊丫路的男子被捕的原因 是经过检测之后发现她吸毒后驾驶 为了炎血 警察将她带到了喊丫路的警察局 但在路上她感到身体不适 警察最后将她从车里拉了出来 此后 第二段视频浮出了水面 显示有五名警察 怎样站在这名失去知觉的被拘留者周围 其中有两个人正在位的男子 而一个人 将膝盖放在身体不适的 这名敘利亚男子的腿上 一名警方发言人表示 他没有办法去回答媒体 警察为何将塞测之后在男子空前的问题 发言人说 这可能是一个标准的程序 但是 这是国家刑事调查局现在正在考虑的问题 英国的威廉王子和他的妻子凯特 正带着他们的三个小孩 从伦敦的肯森林宫搬到温沙的乡村居住 他们搬入了伊丽莎白女王庄园的一座四居室房子 英国广播公司从他们的朋友那里听说 两个人希望尽可能正常地抚养他们的孩子 另一个优势就是 威廉住在96岁的伊丽莎白女王更近的地方 根据英国广播公司报导 在涉及君主制和家庭事务的时候 查尔斯王子和威廉王子的建议 变得越来越重要 自新冠病毒大流行开始以来 英国女王一直住在温沙城堡 这个从威廉和凯特的新家里 暴行只有10分钟 从9月份开始 威廉和凯特的三个小孩 将在6英里外的阿斯科特附近的一间私立学校上货 他们两个人将他们在恒新顿公园作为工作的场所 台湾总统蔡英文星期一接见美国印第安纳州州长霍与科武访问团 表示经济安全是国家安全和区域安全的重要支柱 台湾有能力 亦有意愿加强和民主伙伴的合作 共同建构民主晶片永组供应链 一起维护共享的价值 创造更多范围 台湾中央社报道 蔡英文上周在总统府接见了霍与科武的访问团 他致辞提到 霍与科武是第一次率团访台 也是新冠肺炎疫情以来 第一位来台湾访问的美国州长 这个对台美关系深化意义非常重大 他表示 台湾和美国都是热爱民主自由的伙伴 亦互为彼此在印太地区重要的安全经济盟友 这几年台美关系有很多重要的进展 他在总统府接见了很多美国跨党派的政要 智富和学界的人士 包括近期的美国联邦众议院议长布洛西访团 美国联邦参议院内交委员会 亚太小组主席马基的访问团 以及今天来自印太安纳州的好朋友 蔡英文指出 Lady 到使人深刻感受到 美国国界对台湾的坚定支持 亦持续深化了台美国领域的合作 而霍业科姆会见蔡英文时指出 当双方经济一起成长时 一定可以与台湾认索战略伙伴关系 他说 在这个时间点要慎选伙伴 你的合作伙伴是谁非常重要 印第安纳州是全美外国直接投资额最大的州 台湾有十大企业都在印第安纳州的投资行列 尤其是联发科也加入了印第安纳州的行列 期待与联发科继续合作 而中国外交部 8月22日回应 已经向美国方面提出严谨的交涉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表示 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台湾问题始终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最敏感最核心的问题 发言人指出 中方一贯坚决反对美国以任何形式、任何名义 与台湾开展官方的交往 已经就印第安纳州州长 以科务揣台向美方提出严谨的交涉 中方敦促美国有关方面 确守一个中国的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布的规定 停止与台湾方面一切形式的官方往来 博尔科姆22日上午 率团会误了台湾总统蔡英文 他同日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表示 向台方致謝 由谈到台北和印第安纳波利斯 已经是44年的姐妹城市 双方此行 讨论了共同的经济和学术利益以及目标 中国外交部批美国大使的言论 中美关系进一步紧张 中美关系近期因为台海问题进一步紧张 美国驻中国大使白欣斯8月19日认为 北京方面需要向世界证明 不是在台海问题上的不稳定因素 而中国外交部8月22日作出反驳 柏欣斯19日在接受美国有线新闻网络CNN的访问 指华府不认为众议院演讲布洛西 和平访台导致美中关系产生危机 认为这次危机是北京方面反应过度引起的 他指出 全球有不少声音 忧虑中国成为台海不稳定的因素 说这不符合任何人的利益 白欣斯说 北京方面当今的要务是向全世界表明 将来在台湾和平行动 贝洛西2日抵达台北后 中国的副外长谢峰为此召见了白欣斯 后者强调贝洛西有权往台 从新华府捍卫台海和平稳定 已经将近60年 并要求谢峰保证北京方面 以推动和平稳定的方式行事 贝洛西表示 北京以发射飞越台湾的导弹 动客和脅迫台湾当局 亦在全球推动 归咎美国损害台湾稳定行动 以及暂停中美军方高层对话以及气候的谈判 他强调 对华府明确表明对台的政策不变 北京停止和华府进入气候的谈判 对全球带来影响 因此 他认为双方应该在这个问题上 保持高级别的对话 才符合两国甚至全球的最佳利益 帕欣斯同时提到 美中大使馆之间仍然有正式的接触 而中国外交部的发言人 22日表示 美国驻华大使帕欣斯的涉台言论颠倒黑板 再次暴露美方的强制夺理和霸权逻辑 根据中国外交部网站 外交部发言人就帕欣斯受访内容称 中方重申一个中国的原则 是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 又敦促美方确守尊重他国主权和领土完整 不干涉内政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 回到一个中国原则 和中美三个联合公布规定的正确道路上来 停止一切损害中方核心利益的现行 中方强调 明明是美方挑衅在线 却再装中方挑起危机 明明是美方肆意侵犯中方的主权和领土完整 却污蔑中方反应过渡制造危机 明明是美方破坏台海的和平稳定 却将挑衅和升级紧张局势的装水 潑到中方身上 明明是美方在中国家门口大搞炮南外交 却对中方正当合法的军事演奋污名化 明明是美方不断切香腸越红线 破坏一中原则 破坏台海的现状 却抵毁中方改变现状 中国的汉城严重长江流域多地限制用电 嘉宁江下面可以摆摊 中国今年面临1961年 有完整起降纪录以来最热的夏天 且高温持续的天气场影响范围广 而在长期高温小以下 用电需求增加 水电供应吃紧 造成本轮大规模限电和停水 未来只能等待气候的降温 经济和生活才能够逐渐恢复正常 目前长江水位持续下降 水力发电的发电量不足 导致中国沿海各发电厂 持续高负荷运行 民生用电的负荷达到顶峰 根据官方的资料 今年7月份以来 四川省面临历史同期最高极端气温 历史同期最少的降雨量 历史同期最高电力负荷同步发生的严峻局面 在高温和旱灾并行下 四川省电力不足的问题 极为突出 当地官方媒体川冠新闻报道 四川省能源供应保障应急指挥领导小组办公室发布通知 从21号零点开始 启动四川省突发事件能源供应保障一级应急响应 也就是最高级别的对应措施 综合中国媒体报道 位于四川重庆市 连续多日最高气温超过了40度 预计未来的一个星期 最高气温仍会持续超过40度 目前重庆已经有51条河流断流 24座水库干阔 农村供水受影响的民众 达到了35.8万人 中国重庆市极端高温天气持续 重庆继延长工业限电之后 星期一再宣布限制商场用电 即日起 各区商场只能运行5个小时 直到另行通知 同时 重庆山区发生多起野火 反映了极端气候带来的影响 而供电影响扩大到四川以外 据上海澎湃新闻报导 中国目前全国电力形势严峻 除了四川省外 包括安徽省 浙江省 江苏省等地 已经启动了措施 部分化工水泥 金属等高耗能企业 已经临时停产 四川日报报导下 四川省已经从8月14日至20日 对部分高载林企业实施停产 让电移民的调控 全力缓解民生用电的压力 中国国家电网亦跨省调度电力支援四川 目前陕西送四川的直流书电通道 已经满工率运行 而省外每尊严四川送电一点几亿千瓦 也启用了从陵南通往四川的220千伏备用线路 全力送电支援四川 好,今晚的新闻周报到这里为止 我们明晚同样时间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